今天要分享的一樣是劍達出奇蛋 分別是新的系列 Hello Kitty 女生版的系列 三款全部都是Hello Kitty款 跟新的正義聯盟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有點像之前的那個 漫威超級英雄那個吊飾版 可是那個版本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醜 應該說我覺得這個版本也沒有很好看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是在光蘭買的 因為他現在光蘭只要買120 另外會贈送一個這個 能多益的馬克杯啊 我個人覺得還算不錯 就分享給大家看 馬克杯是這樣 這邊感覺這水 用久了這可能會斷 後面是這樣 下面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分享最主要的是 劍達出奇蛋本身 然後他現在新版的 如果你要抽女生版都是Hello Kitty系列的話 你要注意看一下上面的圖案是這樣 注意這邊會有一個Hello Kitty的圖案 要抽到有這種圖案的 才算是有Hello Kitty的 打開第一個是 海邊款 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先看一下他總共有幾款 還蠻多款的耶 還蠻多款的耶 後面是這樣 他還沒有講這一款要怎麼用 這是 哦 總計幾款啊 總計 哦 哦哦哦哦 總計是五款而已嗎 感覺好像蠻好收集到的 這是一個 救生圈 鴨子的救生圈 低一點 這是一個鴨子的救生圈 可是沒有塗裝 然後可以扣在 Hello Kitty的肚子上 Hello Kitty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不可動 還不錯 然後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他臉這個說明書 給他做一款說明書 說明書的部分 就可以變成一個場景 一個海邊的場景 像這樣 這是第一款 然後再來第二款 然後再來第二款 欸 這什麼 他不是說每一款都有Hello Kitty嗎 欸 這是欸 這是Hello Kitty的 別針 然後這另外一個說明書後面是一個 算是連連看的圖畫 然後別針是這樣 然後注意看的話是 上面有一個孔洞 這 可以看他的圖案也是Hello Kitty 還不錯耶 雖然我還是比較喜歡公仔 繼續開 又是Hallokitty 其實我還是覺得Hallokitty最讚 所以他的這個系列總計是 五款公仔 兩款別針 然後這一個應該是家裡款 然後這一款比較特別是他有個貼紙 有個算是 喔是這樣 扣住是這樣 一個睡覺款 後面這樣 然後貼紙是 欸 這樣算起來不像 還算蠻有誠意的啦 扣上去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兩款工長一款 長得都還算不錯 這是Hallokitty的部分 然後再來這一款是 感覺這一款 我覺得到時候會很麻煩 又是不同的蛋殼耶 是這樣子的喔 每個劍達出奇蛋都有 所以他 男生款這個系列啊 不是說 不是說 只有一款 那還不錯 我也會像之前漫威那個系列一樣 就要抽很久 第一個是 小丑 Joke 好吧 有點讓我覺得 訝異的 訝異的一款 小丑 我家垃圾車來了 小丑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而且不多啊 總計7款而已啊 沒有水行俠 反正有貓女 有貓女 有羅賓 小丑 綠燈俠 閃電俠 蝙蝠俠 神力 這是神力女超人嗎 為什麼感覺很奇怪 跟超人 他的這個超人臉很像那個 很像那個 哪邊看過啊 那個叫什麼 他的臉搞得不像超人 很像那個 丁小羽的那個 裡面出現的那個 很爛的那個超人 很爛的那個超人 再來第二個是 喔 這個是 閃電俠 對吧 閃電俠 臉是這樣 後面 側面是這樣 我只覺得這個可以打開 為什麼這邊有一狠 他臉注意看有一狠 可是好像卻打不開 這個系列 正義聯盟這個系列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顆 給我神力女超人 又是 羅賓 不知道是第幾代 後面塗裝不是很好 這邊已經缺一腳了 這是羅賓 下面是這樣 所以本人抽到的三款 都不是 本人比較喜歡的啦 閃電俠 羅賓 跟小丑 小丑 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小丑的造型 小丑OK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謝謝